革命军核心战力成员的实力排名 萨伯比自然细绝行者的实力弱一些 第八到二十名是五位副军队长 在海贼王漫画1082画中 革命军东南西北中五位副军队长登场 并没有战斗画面 也判断不出他们的战斗力强弱 其中伟大航路的副军队长闪电 在海底监狱登场 是剪剪果实能力者 与麦哲伦的战斗没有公开 从闪电濒临死亡的状态来看 应该是被秒杀了 其他几位副军队长的战斗力 也应该和闪电差不多 差不多有普通海军中将的水准 第六到第七名是贝蒂和林德伯格两位军队长 贝蒂和林德伯格在陆路西亚王国登场 对战逃胡子时有过出手 从表现上看 两位队长都没有权力 像是战场的辅助者 谁强谁弱不好区分 第五名是伟大航路军队长伊万科夫 他在陆飞闯入推进城市出场 与准大将级别的麦哲伦交战 几乎是完败 在顶上战争与赤犬也有过交手 双方的战斗力也不在一个极点 可见伊万科夫的实力应该达不到准大将级别 第四名是西军队长莫莉 他是一位巨人族 吃下了超人系推推果实 在一百年前就是有名的大海贼 曾经被关入海底监狱 莫莉靠着推推果实制造了人妖乐园 偷偷越狱成功 世界会议期间 莫莉与大将绿牛爆发战斗 用三叉几次穿绿牛的手臂 如此来看 莫莉的战斗力不能说超越大将 至少是很接近大将的水平 第三名是萨博 作为革命军的二把手 这个排名可能有点低 在德雷斯罗萨 萨博吃下自然系烧烧果实后 一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 海军中将巴斯提有有不算弱者 结果被萨博一招龙抓手轻松秒杀 与海军大将藤虎战斗 萨博打得有点吃力 不过场面上也算五五开吧 最终双方达成某种协议后停手 可见藤虎也是认可了 萨博强悍的战斗力 第二名是北军队长卡拉斯 外号乌鸦 卡拉斯刚出场时 被认为是军队长中最强的一位 当时他的恶魔果实还未公布 从他能召唤和控制乌鸦来看 很可能吃了幻兽种三足鸭果实 在海贼王漫画1083画中 卡拉斯的果实公布 是自然系美美果实 对战大将藤虎也占据上风 实力绝对不输大将 卡拉斯能将无生命的煤炭 变成乌鸦后拥有通信传递情报的能力 是否可以说已经将美美果实 开发到了觉醒状态呢 第一名是多拉格 作为革命军的首领 多拉格的实力一直是名 在罗格阵的时候 多拉格展示过操控风与雷电的能力 具体吃了什么恶魔果实还不好说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的战斗力绝对在四皇级别